大家好,我是林士碧孔医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 今天要讲的这题是 目前日本的百货公司有哪些优惠券的整理 这个已经有写成一篇文章 我会把它摆在Podcast的说明栏 大家可以去边看文章 边听这一集也是可以的 另外还有一个东西要推荐给大家 因为一路以来还是常常有蛮多读者 偶尔就会问孔医师你上次说的优惠券在哪里 他不知道去哪里找 就是推出的合作的优惠券越来越多了 所以让大家很难找 我前一阵子有跟大家说 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用的方法是LINE 加入我的LINE官方账号 然后你丢一些关键字 我就会自动回复你一些东西 比方说你就打多亲屋 我就丢多亲屋的资讯给你 优惠券就吐给你 可是这个终究还是有一点点麻烦 对某些人来说 所以我就看有一些部落客是这样做的 我就觉得我也来这样做好了 这个连结我也放在最前面 就是我把目前所有的优惠券都丢到Google云端硬碟了 这个就够直观了吧 那些全部有的就丢上去 那所有的优惠券都在这 那里面有一个要说明的 因为目前这个唐吉赫德 他是线上电子优惠券 他没有一张这个图档 他是要你在店内 然后保持上网的状态 然后上那个网址 所以因此这个云端硬碟里面 多数都是图档 就是那个coupon 你就把它拿开来 然后扫码 很简单 那可是唯一有一个这个word档 就里面就是唐吉赫德的说明 的那个档案 那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 那个网址 那另外就是我顺便在那个文字档里面 其实也就放了一些优惠券的说明的文章 药妆店的优惠券的整理 百货公司优惠券的整理等等 那你假如想要找这些文章 都可以从这个档案去找 那另外假如你 你有加我的LINE官方账号 你现在只要输入优惠券三个字 我就会把这个Google硬碟的 的网址丢给你 所以你就可以 我觉得点进去还蛮直观的 因为所有优惠券就直接 你爱点什么就点什么 你也不一定要把它存下来 你其实可以在要用之前 你就把这个Google硬碟叫出来 然后就要用哪张就弄哪张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推荐给大家 好这是今天讲的第一件事 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找得到优惠券 不要再私讯问我 那张优惠券在哪里了 那假如你用到 我理论上要记得 因为你看我现在优惠券越放越多地方了 放在LINE里面 放在这个粉砖置顶 然后放在部落格的某天文章 假如你发现我哪一篇 哪个地方的优惠券没有更新的 也欢迎你跟我反映 因为我一个人可能会来不及顾 就忘记哪里更新 目前这篇文章我已经整理了 像是大丸 松板屋 西屋 东屋 金王 小田急 静铁 明铁 丸井 三月一事单 高岛屋 几乎所有的保护公司 他的优惠方式 都整理在这一篇 所以你不用去别的地方找了 就都在这里 那其中有大概一半以上的 百货公司 我有跟他有建立合作 就有 也有 分论 这个就是 感谢各位衣食父母 就假如大家觉得我提供的资讯 还有点帮助 就欢迎你 也很希望你 用我提供的这个优惠券 就会记在我的记录上 那一样是老话一句 假如大家 明示笔的读者去 创造越高的营业额 那就是 我的助力 就 我代表大家的实力 我的影响力 然后可以跟更多厂商 争取更好的优惠 这是要拜托大家 那我这篇整理的不只是 我有合作的 其他有一些百货公司 他可能没有跟部落客合作 可是他外国人 凭护照 也有一些优惠的 今天我也会一起都跟大家报告 好 那这篇文章 我当然除了百货公司之外 那我也有把一些购物商场 也都一并整理进去 比方说大家常去的 乐天免税店 药妆店 运动用品店 金安殿堂 那可是我今天这集就不讲了 你们要看的话就是 我就是整理在同一篇文章里 让你方便看 可是我今天就直讲百货公司 那可是大家要注意 有一些百货公司 他的优惠券不是直接使用的 每一间其实有每一间自己的规定 有一些可能需要去退税柜台 去换取 那再拿他给你的那个优惠券 上面有8扣 有条码才去购物 那每一间其实都有自己的规定 可能你要自己看清楚 优惠券上可能会有一些说明 可是有一些你到现场的时候 也许会还有一些 到现场才知道的东西 因为每一间你知道百货公司 很多分店 然后又大 我自己这几个月来觉得 百货公司是在使用上的时候 遇到状况最多的 因为我觉得百货公司实在太大了 所以他们很难员工教育 所以假如大家在用百货公司的优惠券上 碰壁 希望你有一点能体谅 然后这个有点耐心 然后看一下真的到底实际使用上 有遇到什么困难 其实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反映给我 那我可以再去跟他们问 有没有改善的方法 好 那我们先来看 我第一个合作的应该就是大碗百货 跟松板五百货 他们现在已经合在一起了 大碗松板五百货 那这个有一个九五折优惠 那第一个是九五折 第二个是他假如你去他退税的地方 满额的话还可以再送美食券 那这个东西他跟我规定说 他是不法用截图的 他们很规模 他们要用PDF档 手机或平板出次这个PDF的原档 那所以我是给大家一个网址 然后点进去就是那个PDF档 可是我有看到别的布洛克就直接用截图 我其实也搞不清楚 反正比较保险的就是你就是用他的PDF档 里面也有一个QR Code 目前啊 在所有的我合作的百货公司里 大碗使用的朋友是最多的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大碗很好买吧 好 那他的优惠一就是购物有九五折优惠 那需消费满三千日币 那这个并没有说要满足退税条件 所以你看退税条件是五千 可是他三千以上其实就可以打折 那他这里有写说不适用于国际金品馆 钟表食品跟特卖品 我今天这一集讲的 百货公司几乎他的打折都不会适用于食品或特卖品 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惜 就像是每个百货公司的B1美食街 卖土产 奥米亚给的地方几乎都不行用 这个真的很可惜 因为我自己去百货公司最常去的就是B1 然后第二常去可能是他的餐厅美食街 这个多半都不能用 好 那优惠二 假如你是一个大户 你会退税十万 对不起 是消费十万 含税消费十万以上 然后你拿去退税 办退税手续 他就会送你一个2000日币的美食券 那你可以使用在大丸的食品卖场 这个就可以在食品卖场用了 这个2000日币的美食券 然后餐厅咖啡厅都可以 那他是说每家店铺每人每日现兑换一次 那请在办理退税前就出示这个 coupon 这个优惠券 你假如完成退税手续后才出示 他是不是不理你 好 那这个优惠券呢 全日本的大丸百货跟松板五百货都适用 那大丸百货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 新灾条店啊 梅田店 京都店 东京店 那另外还有神户 杂谎 下官 那松板五百货 包括名古屋 上野 进钢店都可以用 所以全日本还蛮多店家的 好那最近有读者留言给我说 他在某一些楼层 这个明明他上面只说 这个像是钟表国际金品服饰食品特价商品 他到了明明不是这些东西的地方 可是那个柜台的人还是跟他说不能用 那我觉得就是 每一间分店也许自己的规定会不太一样 那假如你想跟我反应的话 很欢迎 那他不让你退 就是不让你打折 应该这样讲 那你就 把收据 给我 因为你明明不是念的这几个之外 明明感觉应该可以用 那你可以跟我反应 然后我去问问看 他们 给他们一点员工教育 那另外我在这篇文章里有写 不适用优惠一的柜位 其实在他的网站上 他是有列出来的 中文的 所以你可以点进去看 假如你买的地方 那个柜位 明明没有写在不适用里面 可是他还是不给你用 那请你反应给我 然后收据给我 我去跟他争取一下 好 我们讲完大丸 松板屋了 来第二个我们来讲 东吴百货店 池袋店 东吴百货池袋店 大家都知道池袋有东口西五 西口东吴 西五好像还在申请 还没下来 那现在有东吴百货 这个其实也蛮多朋友去用的 因为东吴百货也有蛮多 还算蛮好逛的柜位 那他这个是要去换的 他要先拿着这一个coupon 到二楼平护照 二楼一区旅行咨询处 换一个九五折的购物优惠券 那这个九五折优惠券 只要一千块以上就可以用 假如你要打九五折的话 你只能用现金 银联卡支付宝 微信支付才行 这不就跟我最近 那个小天机规定的是一样吗 这个我其实 上次我跟大家讲 我觉得有点怎么会这样 难道信用卡不行吗 假如有人在东吴 真的消费过的 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因为我记得我有成功 我有去东吴买过 然后我是用刷卡的 我有成功 奇怪 好不知道 好那这个优惠券上就有写 不是用于折扣的商品 还蛮多的 这个食品 特卖品 福袋 礼券 大家自己去看吧 然后它里面还要写 Uniqlo Daiso 等等 美食街 美食街 这样子 那这个 库蓬上还有写 那个 因为这个东吴百货 其实楼面蛮 蛮宽广的 所以它有一个二楼的地图 它从第一区 一直到十一区 那旅行咨询处 在二楼的最角落 Zone One的地方 百货公司 对不起 那个化妆品的 那个柜位的一个角落 旅行咨询处 它的支付方式 的确就没有写 台湾的信用卡 我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是这样 好 那第三个 我们来讲 新宿西口的 金王百货 那金王百货 它是满3000日币以上 可以救物者优惠 3000就可以 跟第一间一样 跟这个 大丸是一样的 然后 它可以使用的支付方法 它就写日元 商品券 指定的信用卡 银联卡 阿里配 微信支付 那一样啦 特价商品 食品跟饮料 部分特定品牌 商品是不能使用的 然后 它这里 有列一个list 所有的 然后在每一个楼层 哪一些品牌 哪一些柜位 是不能用的 负面表列 那这些以外 应该理论上都可以用 好 西口的这个金王有 那小田急也有 小田急的话 是1000日币以上 就可以95折 那可是上次 我才跟大家讲过 他这个付款方式 训定 现金银联卡 支付宝 或微信支付 这个我们根本没有 不是很确定 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 其他规定 大概都一样了 那小田急 100货店好像就 现在就只有这一间吧 好 那再来我们往西边去了 再来要到 进铁百货了 就是总部 就在这个 Abeno Harukas的下面 低楼层的总店 在进铁百货 那这个是95折 我上次有跟大家说 JCP卡可以去领 它的金卡 那个好像是93折 那可是呢 这两个卡 就是凭护照 就可以领的卡 跟金卡 其实有一些柜位 有些可以用 有些不能用 他们规定蛮复杂的 我有这个朋友 反映给我 所以其实 假如你是个大户 你要在那里 买很多东西 要逛很多柜位 也许你会遇到 换金卡 可是问题是 这一柜金卡不能用 可是反而可以用 普通的95折的 这张卡 有读者反映 给我有这个情形 所以大家可以 参考一下 好 金铁是买 2000日币以上95折 那他就说 仅限以现金 跟各种信用卡 我会觉得 为什么有一些百货公司 就是 诶 竟然 不能用信用卡 这莫名其妙 为什么不行 对他们来说 手续费会 比较多吗 会吗 我不知道 好 那金铁百货店 除了总店之外 还有 和歌山店 奈良店 深居店 上本丁店 强元店 四日市店 草金店 他就在 关系区域了 那 在总店 办理退税手续的时候 出示这个优惠券的顾客 会送一个 小小的纪念品 好 这个金铁奖完了 金铁其实也蛮多人在用的 那再来我们到明谷屋 明谷屋的明铁百货 这个是 这个1000日币以上 就可以95折 那他号称 这个明谷屋室内的 百货店家中 只有我们这一间办理退税 是不用手续费的 因为几乎所有的百货公司 他办退税 几乎都要收手续费 手续费大概 有高有低 一点多是蛮正常的 所以就是 原来退税 大概应该是10% 那你这样收了手续费 所以就等于只会退 8点多%这样子 明铁百货 他的退税柜台在 本馆二楼 一样啦 食品跟名牌商品 无法再折扣 好了 以上就是优惠券的部分 那其他还有一些百货公司 没有优惠券的合作 可是他有一些 自己打折的方式 那我这几次去采访的时候 都有跟大家 这个介绍过 比方说第一个 就是 很大的三月一事单 系列百货的话呢 那他是用护照去换这个 95折的 guest card 这个其实很久了啦 小弟因为很爱逛 仪式单嘛 所以他早就有换这个 卡了 可是他会过期的啦 所以他 他这一辈子 大概已经办了好几次 这张卡了 那这个是每三 满三千日币 可以95折 这个跟 这个条件跟高导屋一模一样 购物未税满三千 就可以打95折 那办一次卡片 他是有三年的效期 这个跟高导屋不一样 因为高导屋的 Hello Kitty卡 好像只有一个月是不是 而且他现在就已经 就是纸卡吧 那这个三月一事单 是一个塑胶卡 蓝色的 三年的效期 那不要忘记 三月跟一事单 已经合并了嘛 所以你在三月 或在一事单半 那都可以在全部 全日本的三月一事单半 都可以 好啦 那一样啦 涂展餐厅都不行用 好 那再来高导屋 高导屋其实就是 我其实讲过很多次 我觉得他是最有诚意 最方便 而且最好用的 因为他涂展是可以用的 而且他在日本各地的高导屋 分店 这个图案都不一样 所以有很可爱的不同的 Hello Kitty 你可以去收集 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他以前 那就是只能在外国旅客中心 领取 那比较麻烦 可是他现在在一些比较 大的专柜 他可能直接就可以领 结账的时候 你就直接跟店员说 你想要 Hello Kitty Card 他正式的名字 其实叫做 Takashima Shopper's Card 那出事护照 店员就会直接发卡给你 并结账 这样你就可以少跑一趟 省下你寻找服务中心 或是在那边排队换卡的时间 方便蛮多的 那这个卡拿到的时候 你会附一张 这个使用限制的说明 比方说 因为每个百货公司总会有 告诉你哪一些贵位不适用 他当然也有 像是高级精品或钟表 那有一些生鲜食品 可能没有打折 这样子 好 那这个 他有一些诞书 他说这个JR民谷的高导屋 还有高导屋临街的购物中心 是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参加这个 Hello Kitty Card的活动 可是其他全日本的 Hello Kitty都可以 那我这一年左右 我们去采访过新宿高导屋 日本桥高导屋 高导屋大阪店 高导屋京都店 那各自都有写介绍的文章 大家都可以在 这篇文章里的连结 再去各自看 然后有哪一些 办手礼或是餐厅 可以去 好 再来我们来讲到 马路椅 完井百货 完井百货 你持JCB卡 或是悠游卡 可以95折 然后中信卡 可以9折 这个是一个 非常历史悠久的活动 最早好像是中信卡吧 后来悠游卡也很快跟上 这是非常非常老牌的活动 大概是超过10年了 那可是就有人跟我 我在写这段的时候 然后就有网友留言说 可是 孔医师这个 中国信托信用卡 在完井9折的 这个网页已经消失了 你现在点过去 其实就是不存在 然后在完井那边 日文的网页是有 他看起来就是 很久没有更新了 所以就很疑惑 他到底还在不在 那小黎这一次去 我们在三月的时候 他有去有乐丁的完井 那他到那个 因为理论上 中国信托是要 去他的这个 Epost Card中心 换领中信卡有 专属的Epost Card 换一个卡 写一些基本资料 然后再去用 那凭这个卡 跟中信卡 刷卡结账 才会有九折 九折其实不无小补 九折很多 那小黎其实 长久以来 他常常用这个优惠 他有一些喜欢的专柜 在上野的完井 或是在 那个有乐丁的完井 所以他其实 常常用中信卡 去打这个九折 然后还再去退税 那他三月有再去一次 那在那个 Epost Card中心 他是没有看到 中国信托的 的海报 就是有这个活动 可是 店员还是给你换 那我后来有在 脸书上问 有人四月去 还是确定有这个活动 那所以 我不是很确定 这个活动 到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可是至少 四月 我记得那一个网友 应该是四月去 确定还是有九折 那只是 好像有一些专柜 会没有参加 这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那小离常去的专柜 一直到三月底 是都还有打到九折 那他有观察到 一个现象 因为他这一次去 有乐丁的完井 有去两个柜位 那一个柜位 的 两个柜位都有成功 打到九折 那可是其中一个 柜位的店员 他看不太懂 那个Epost Card 现在其实不是 正式的卡了 他就只是发给你 一张纸 以前是发一张卡 那就是一个纸 然后上面就写 给这个人打九折 什么的 然后 那个店员可能很新 他根本没看过 这是什么东西 这样 就看了半天 然后最后 还是给他打九折 这样 那 有另外一个店员 给他看 小离给他看那张纸 可是他好像 也没有在看 然后 只是瞄一眼 然后 他就拿着 小离的中信卡去刷 结果就直接九折了 我的意思就是 好像 直接拿中信卡去刷 其实也不需要经过 去换Epost Card的那张纸 他好像会直接跳出 九折来 这个是小离 有观察到的事情 这个假如你有中信卡的话 你有去玩金百货的话 可以试试看这件事 只是我现在真的不是很确定 他到底是 到什么时候结束 未来 假如大家有机会再去玩景 然后发现这个活动 还在或还不在 已经不在了 都欢迎你可以回报给我 好 以上就是全部 所有的 目前我收集到的百货公司的 一些优惠的资料 那 详细的资讯 还有这个 优惠券的本身 你都可以在 Podcast的前面的 介绍栏 资讯栏里面 有文章 然后也有这个 Google的 硬碟上面 有所有的优惠券 可以让你下载 欢迎大家多多使用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对 对 对